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4月12号星期一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 我们今天题目有两个,一个是解放军期 大局扰台,回应美台关系升级 那么另外就是外贸账户平冻结,逼得义务公安写公开信 这是一个 跟外贸关系很大的一个新闻,那么这件事情影响很大,所以我也来讲一下 先说这个 先说迟到,我们今天又迟到 非常抱歉,我再等一杯咖啡,所以晚了 那么当然主要是因为这个,我主要是在核实这个 核实这个外贸账户冻结这件事情花了太多的时间,所以晚了 抱歉 先说新闻 台湾国防部发布 动态显示 4月12号,解放军大举袭扰台湾西南空域 军机数量达到创纪录的25架次 那么上一次最多的一次是20架次,那么是3月26号 当时,当天美国与这个台湾签署海巡合作备忘录 所以当时就 上20架,那么这次就上25架次 那么台湾空军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应对 广播驱离 防空飞弹追尖 那么这次呢,袭扰台湾的军机包括 两架次的运8反潜机 一架次的空警500预警机 四架次的歼10战斗机 四架次轰6 轰炸机 以及14架次的歼16战斗机 从那个战机的配备来看,这已经不是一个单独的一架飞机洗脑的问题 就是少量 战机洗脑的问题 这种配搭已经 有点像 进入某种 战斗状态的 一个姿态了,因为 各种 各种战机都有 那么最近在网上还传出一段这个 台湾空军广播驱离解放军时候发生的 双方的一个对话,那么时间是 4月10号上午解放军战机三度袭扰台湾 西南防空识别区,那么第4次 大约是10点半 那么解放军 军机进入这个西南空域的时候,台湾空军升空应对 到11点 广播驱离,说台湾空军这么说 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南西 台湾西南空域高度1500公尺的中共军机驻翼 你已进入我ADIZ 影响我飞航安全,请立即 立即回转脱离 那么 解放军空军就回应 这里都是中国空域,你们很快就能适应了 那么这件事情呢是跟什么有关系,我们分析一下 我要特别把后面这一段要放进去讲 那么 第1个 美国国务院4月9号公布了最新的对台公务交往准则 那么 在新的公务交往准则之下 美台官员可以前往对方的官方机构进行公务交往 美方官员可以参加 双向员的这个活动,那么双向员就是美国台湾驻美办事处 那么新版的这个 这个允许美台官员,美国和台湾的官员 能够在常态性的在 联邦机构接待台湾的官员 也能够去 前往 驻美代表处与台湾官员会晤 这件事情呢被认为解读为就是美台关系的升级 那么另外虽然美国国务院他在这个交往规则中 也规定了一些特征 就加了一些这个防护栏 比如说像双十节的酒会你不能去 美国官员不能去 就是一些重大的这种场合,美国官员不能去,就是 反映了这个 美国国务院还是强调 一个中国的政策 也强调这个 三个联合公报,所以以这个为防护店 作为 作为一个 提升美台关系的一个防护店 那么显然 解放军的行动 一口气25架次 飞机洗脑,那么是对这个美国国务院 提升解除这个双方交往的一些限制的回应 那么这是第一点 首先这个性质就是回应这一次 就是 4月9号 美国国务院的这个新的规定 这是第1个,第2个 这件事情也证实了什么呢?证实了台湾海峡目前存在的一个风险 那么 一方面美国国务卿 星期日在电视台采访的时候 警告中国不要 不要轻举妄动,不要对台湾采取 行动,那么美国对台湾的承诺 坚如磐石 这是一个方面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美国也持续的增加了 在南中国海和在东海的一些军事活动 那么抵抗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个军事压力 这是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台湾海峡的 风险是在增加 在增加 这跟我后面再讲 就是说你可以发现最近一段时间 关于台湾海峡的这个 军事风险 的话题是增加了 而且有不少人在 在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习近平能不能 是不是已经失去了耐心 真的要动手了 现在这个话题很多,针对这个话题 讨论这个话题的 媒体很多 那么 我是没有看到 这件事情发生本质性变化的条件 大家知道 你要发动一场战争 不是那么简单 不是说 甚至我还听到有一些话是这么说 说这个大陆方面可能会 选其中一个岛,比如说金门啊或者是某一些外岛 来进行 先进行火力侦察 看看美国反应,或者看看台湾反应等等 这个说法是最不着调 大家知道 只要你开了那一枪 这场战争就已经爆发了 如果你要准备 打一场仗 你就不会去只拿一个金门 这是常识 因为你拿下金门 跟你去拿下台湾是没有区别,因为 已经发送了一场战争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这是最没有 最不专业的一个分析 那么如果要发生战争就是全面战争 不会是其他 因为不管是台湾也好,美国也好 当你发动这场战争,他不会理会你这个战争是来到什么级别 因为对台湾来说没有退路 台湾是没有后方 台湾是一个 台湾是一个岛 他没有战略众生,什么叫战略众生就是 你没地逃跑去 就像 中日战争,日本侵华的时候 中国军队 可以不断的退 中华民国政府可以 从南京退到重庆 他说这叫什么,这叫战略众生 你如果中国大陆攻打台湾的时候 台湾有战略众生吗,你能把台北 把首都从台北 迁到哪里去 迁到太平洋去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既然没有战略众生 你有什么试探可言 他就没有退路,没有退路只要打 就全力以赴打回去,没有别的 最近一段时间你可以在网上 不断的有人在讨论这个议题 我自己研判 我认为这是中共的一个 叫信息战 或者是一种神经战 就是从另外一个层面施加压力 那么在 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其实他对台湾的工具很少 因为以前有国民党 或者是有其他的代理人 其他的代理人帮 帮大陆说话 当然现在还在,比如说像国民党,像一些 一些被收买的人,在帮共产党说话 甚至你可以看一些台湾的媒体被收买,也是在帮共产党,有些YouTuber 也是在帮共产党说话,在台湾 但是香港事情发生之后 其实这些人已经基本上被废了 因为 因为怎么说话,你看香港在那里 摆着 所以这些人已经没什么用处 就是 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已经 已经到地板上去了 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在对待台湾这件事情上面 中共的这个手段或者是工具,政策工具很少 一个 就是什么,一个就是政治手段 就是对美施压 所谓的对美施压就是不断的 复读机 在各种场合 提出这个议题 当然这其实就是在付出政治代价 第2个就是军机 要么就是 没有战斗力的辽宁号去走一下 走一下 然后就军机 施加压力 没了 国内岛内的这些代理人已经没有用 所以呢还有什么办法,还有什么办法增加压力呢 那么大概我认为,大概是用这种方式 也是一种增加压力的方式 所以我最近看到 看到一系列的媒体在讨论这件事情 我的想法是,这就是中共为一种 这种 叫施加政治压力的一种方式 我不觉得现在 不论是 从军事的角度还是从政治的角度 中国大陆都不存在,不具备去武统台湾的条件 无论是政治 军事 其他的我们再说,政治军事这两个条件都不存在 那么实际上你越往后 你越往后 当然条件会越差 比如说日本开始介入了 那么这个像美国其他的盟友 开始都介入这个 台海问题 都关注台海问题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中国 受到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那么另外一方面 你现在 春季 春季去查一下台湾海峡就知道 春季是台湾海峡风浪很高的事情 这个时候也不是 所以 也不是个好的时机 所以你从各个角度来看 我没有看到 所以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 对于中共高层来说 台湾问题 从本质上来说是个政治议题 而不是一个 军事议题 我不觉得他们有这个选项 这是第2点 第3点 解放军大化 这个台湾空军 立即回转 立即回转脱离 要他驱离,广播驱离 解放军大化,这是我们的领空 这里都是中国领空,你们很快会能适应的 这话搭的呢 搭的呢有点,有什么说法,这里面有两点我觉得,反映两点,第一点 解放军的自由度提高了 大家想一下 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区域 就说你 你从 你从大陆往台湾这边飞,这是非常敏感的区域 用大陆的话讲 这是一个政策性很强的工作 任务 不能犯错 犯错会擦枪走火 后果很严重 所以应该来说这些飞行员在上飞 放上飞机之前 都会有要求 就是你哪些事情不能干 你得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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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 大家知道中国空军跟其他空军是不一样的 中国空军基本上是受 地面指挥 完全受地面 在怎么飞,怎么飞,飞到哪里,该怎么样怎么样,全部机场要 跟他保持通话 他们基本上是 被指挥在飞来飞去 这是中国空军的特点 这是 这是受苏联空军的影响 苏联空军就这么飞了 就是控制住 控制住复兴员 那么你看这个解放军开始搭话 说明什么,说明这个自由度增加 自由度增加的原因是什么 自由度增加的原因我觉得他们开始 他们的状态开始懈怠 没有叮得那么紧 没有叮得那么紧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如果是按照,如果是受益他们回应的话 理论上来说应该讲一些更 更雄壮的话 更雄壮更 更规范的语言表达,而且如果是要一个要打 那每个都会打 他不会让这个打那个不打 他这里面只打了一个,说明其中有一个 就打了,他肯定不是布置的 那么不是布置的,说明什么 怎么说 飞行员飞在那边对方跟你喊话,你就回他一句 说明什么,说明懈怠 这个管理还是有点懈怠 说明什么 之前我刚才讲,我上个节目讲过就说 中国大陆用飞行,用持续的飞行,大量的飞行 来 拖,就是 消耗台湾 台湾的空军 这是用消耗战 我飞到你这里来 你得起飞迎战 你起飞迎战,我飞多少趟,你得飞多少趟 我飞机比你多 那我就消耗你 消耗你的飞机飞得太频繁,你就发动机就废了,你家飞机就废了 我用这种方式来消耗你 也消耗你的飞行员,你飞行员 你飞的时间太长你要休息,那你就飞,飞行员就不够,用这种方式来 但是你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到 其实 中国大陆在消耗对方的同时自己也消耗 你可以看他的消耗的情况 从这件事情来看 中国大陆空军的消耗的情况 一点都不比台湾 轻松 他们也消耗的很厉害 那么台湾已经改变策略 他不每次飞机都起飞了 他现在有些飞机他不起飞 怎么用导弹瞄着,你赶过来,赶过来就打下来,就这个意思 所以这件事我们就讲一下 另外我们再讲讲这个外贸,义务,这件事情发生在义务 义务大家知道,义务是中国小商品市场的一个中心 那么也是这个中国出口的一个晴雨表 去年下半年中国出口一片大好,形势一片大好 那么今年一二月份也增长了60% 所以中国出口的形势也是一片大好 高歌猛进 但是呢其实中国的 中国的出口形势呢 金额上去了 金额是上去了 但是呢 很多地方不挣钱 不挣钱的原因是什么 你看 汇率成本上升 涨了9% 然后运费再上升 暴涨,运费暴涨 因为这个出口量大 然后现在这个运力跟不上 这个货柜涨价涨得很厉害 这是第2个,第3个 成本涨得厉害 今年这个出口出厂价涨的PPI 涨得很高,涨得很高 进货价格就贵,成本就上升 那么这一系列的问题呢 就其实在蚕食这个外贸的这个利润 这是一个方面 所以就觉得 这个生意做大了,这个钱没有挣到 但是现在 现在他们遇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银行账户被冻结 银行账户被冻结,你相对于银行账户被冻结这件事情 那你这个什么汇率啊,什么成本啊,根本 根本是小无见大了 那么情况,这个情况呢就在义乌 在今年以来 就非常的严重 非常严重 那么他们行家说 货发出去了 收款的账户,啪,冻住了 冻住了 解冻起码要半年 还要求扣款 还要求退款 然后他说这个,他们说有一个人,有一个朋友介绍 说冻结了600万 他们公司一口气冻结600万 没办法 去借钱,借高利贷 一年利息几十万 那么这还算有实力,你还能去借钱 你没有实力的厂子就倒闭了 这个外贸公司就倒闭了 所以最近呢有一封信,我是前天就看见了 今天我看见 我还把它整理一下 一封信 在公开信在网上 流转 那么 落款是 义乌市 公安局行政大队 那么题目是 治全国各地公安机关的一封信 那么这封信就在这个义乌的外贸 外贸这个群里面传 传来传去 那么这封信说明什么,说明义乌外贸企业目前的困境 那么银行账号被冻结 那么 公开信说 说近期义乌市政府针对银行卡 被冻结一事 抽调义乌商务局,义乌人民检察院,义乌公安局,义乌司法局 中国小商品集团等部门人员,专门成立了银行账户冻结 救援助中心 帮助经营户 处置银行卡被冻结的事宜 那么这封公开信解释,他说是这样 他说一年以来呢,这个全球疫情之下 义乌外贸生意也在内贸化 那么义乌的个体经营户 在经营外贸的生意的时候呢 他就不愿意收外汇,愿意收人民币 那么外商就习惯通过地下钱庄支付结算的货还 这是 因为疫情发生造成的一个现象 那么中国呢,最近两年就针对这个境外电商诈骗 展开了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叫断卡行动 就是查这个 电信诈骗的钱 这种 洗钱活动 那么所以呢,一些境外的这些诈骗集团呢 就和地下钱庄勾结 那么将这个诈骗账款 就通过这个 通过这个现成的货款 转给这个 经营外贸的这些商家 来洗白 那么造成什么呢 造成义务经营账 就是义务这个外贸企业 他账户就会被冻结,因为这个钱从那边过来 那么他跟踪这个钱 一跟踪,你钱跑到你账上,把你账给冻结 那么所以呢,就让这个经营户的这个生产经营雪上加霜 出现了企业因为流动资金问题面临破产 然后经营户支付不了供货款 的问题,也甚至连工资都发不了 那么 这个外贸人员是这么解释,他说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境内账户如果收到人民币货款被冻结之后 解冻要6个月 那么解冻的 就是被冻结的还不只是货款 那么他是整个的账号给冻结 他说如果你冻结,把那个有问题的 货款冻结 我其他的账号还能用,或者其他的余款还能用 他一冻结是整个账号全冻结 那么结果就是什么,比如说你5万块钱是有问题 那冻结5万块钱 也没事 那我账上100万我还能用 结果你一动,把100万全冻了 我这账号就用不了,就是这个问题 那么大概是这样 大概是这样,然后解冻半年以上 那么有的人说他已经冻结了 快一年时间 那么义务公安呢就公开信,就很婉转 他说我们提个建议,兄弟单位 提个建议,第一 只要商户有合法的凭证 那么其他单位应该先去调查印证 不能一扣了之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只要商户是货款 是商户的货款 那么就不要强制扣款 扣钱退款 以免影响这个正常的经营 第三就是取证结束以后尽快的解冻 第三个建议 然后他还警告,义务公安警告,这很牛啊 他说呢凡是在义务 涉及过度执法 或者选择执法的时候 义务公安将与与拒绝配合 那么还会将存在过失之处 过失执法 这个行为上报 这等于就是告 告公安部去,大概是这个情况 那么从其实这件事情不是现在才发生 其实这件事情从去年下半年就已经开始发生 那么这个账户冻结的案例就飙升 飙升到什么情况,当然这是一方面是因为 中国在反洗钱这个措施在加强 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出口 也是在暴涨 这两个情况同时发生的话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个案件就,案子就不断的暴涨 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整个的这个里面就没有说 就是各地呢开始了 查扣这些 利用这个外贸单位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洗钱的问题 进行广泛泛滥,滥权的扣留这些冻结别人的银行账号 去年的90月份是个高潮 那我们之前有报道 我等一下我会稍微的再带着说一下 这件事情很严重,其实 义乌只是因为他出口企业很集中 所以他就闹大了 闹大的结果是什么,闹大结果,因为他非常集中,一冻结全冻结了 义乌 大家知道义乌是个 民营经济发达的一个城市 那你这一搞下来那这整个城市都完蛋了 所以义乌市政府就组织 搞救援中心,然后让这个公安 发公开信 这个公开信很特别 没盖公章 但是是真的 但是是真的,这个做法就很中国 就说把这事给办了 又不能留下把柄 所以呢这封信是真的 你可以去查证是真的 但是呢又不盖公章 不盖公章到时候可以抵赖 大概是这样 那么人民银行的数据 去年2020年全年 人民银行和他的分支机构 一共对417家 这个机构进行了 行政处罚 417家 总共罚单总共是733笔 罚款总计是6.28亿 中国政府现在 到处都在罚款 使劲罚款,现在是使劲罚 那么6.28亿,这个金额呢比2019年 增加了 三倍 这件事情 那么今年1月份,实际上今年1月份医乌市 商务局就特地发了一个叫 告外商书 那么通知外商 说呢这个义务商场 市场里面的商户被这个公安机关冻结这个账号的情况比较多 主要是因为这个 外商采取了这个 高风险的货款支付方式 这个涨得很婉转,实际上他们就是用地下钱庄的渠道 把这个钱打到地下钱庄 地下钱庄把它换成人民币 给这个义务的商户 那么用这种方式的话,他们很习惯这种方式 因为他们只有人民币账号 所以他们用这种方式比较 比较熟悉 那么你这种方式呢会导致这个货款被冻结 就跟他们讲 那么就建议呢,这个大家都要告知这个 付款的人 通过这个银行支付 一步一步来,按部就搬走 所以没有办法,现在呢 现在义务呢,最流行的方式是什么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现在就是这个 就是 现金交易 然后逼一些人去开公司 开公司,注册公司搞这些东西,这成本不就上升了吗 那么还有一些就搞这个离岸公司,这个成本稍微低一点 但是还是很麻烦 对他们来说 他们很多都是那种小商品 小商品 做方式 那么以前习惯的那种就是蚂蚁搬家的方式 那么现在一查冻结起来,对他们来说就不大好了 那么外贸现在的情况看上去很美 数据很漂亮 中国的出口持续在涨 那么但是呢 但是呢 对外贸来说,其实我们顺便讲一下 就是第1个 人民币涨了9% 那么这是一个成本,汇率成本上升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货柜,货柜不好拿 那么汇率 海运成本暴涨 那经常出现 现在情况是什么,你看 说这个集装箱运价三四倍,涨三四倍是不变的情况 你看这个人是什么情况,这个人是出口欧洲的 出口欧洲 他说这个以前运费就很稳定 那么现在呢 高峰期也最多加15% 现在动不动加两三倍 冲击很大 然后义务是这样 东莞也是这样,东莞也是缺箱,集装箱非常紧缺 那么有一家家具公司 这个 出口是欧美 中东,澳大利亚 所有的线路 柜子都紧缺 需要提前20点预定 那么以前 去英国 一个柜子是2100美金 现在5000 所以涨一倍 大概是这样 所以呢现在很多外贸的 外贸的行业里面的人说 不觉得今年外贸好做 今年外贸不好做 一个 通路不畅 第2个汇率不稳定 第3个成本涨得很厉害 然后呢现在这个很多情况 控制不了 一不小心就白干 大体上是这样 所以我们今天 我讲一下9月18号 大家有空如果真的关心这个议题 可以看一下我们 9月29号 的这个我们的一个节目,那个题目叫外贸企业银行账号 被大量冻结的调查报告 这份调查报告这个节目呢我简单的跟大家回顾一下 当时发生在9月18号 9月18号新浪微博有个账 有个网友叫风中的厂长 也是讲义务 义务他们有很多的银行账号被冻结 那么冻结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呢 出现被冻结的外贸,就全部都是外贸企业 外贸企业 那么集中在哪些地方?浙江义务 广州 深圳 上海 泉州 冻结的金额大概是从几万到上千万都不等 然后就是重灾区是农业银行 农业银行的账号冻结的是重灾区 然后执法 冻结谁在冻结 不是当地公安 全是外地执法 外地执法从哪里来 河南 西藏 内蒙 重庆 兰州 云南 新疆 有的冻结三天 有的冻结半年以上 那么他们有个共通的特点 要求罚款15% 一次性交15% 但有地方高到什么?高到30% 然后就 大家就在讨论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回事 这里面有两件事,我们那个调查报告里面有两个情况大家要注意,第一个情况就是 2006年10月31号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反洗钱法 这个反洗钱法 人民银行有一个专门的部门叫反洗钱局 反洗钱局这些年呢开始 开始做很多的这个授权 这个公安机关 他们去冻结,就是 对洗钱的行为进行冻结 冻结而且 他们按照标准程序呢 反洗钱机关的反洗钱局,他们冻结一般不超过,临时冻结不超过 48小时 那么 但是呢 通常做这件事情做的最多是公安局 那么反洗钱局通常是抓大鱼 不抓小鱼,因为 人民银行的一个反洗钱局不会对这些 几十万上百万,这个不会动 公安局 公安局呢就有很多的权力,在这个领域 那么 公安机关一般有 第一时间长 六个月,上来就六个月,还可以连续冻结 第2个呢就是 他会出现一系列的 后果 所以 然后就是有法律风险 那么 怎么办 为什么突然 去年下半年 冻结的情况,就是银行账号冻结的情况 会突然是增加这么多 当时有个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是公安部 公安部修改了公安机关 办理刑事案件程序的规定 这个规定做了141处修改 那么其中呢 第 第16条 那么 16条 和第17条做了一些修改 这个修改的核心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核心的意思就是 针对网络,涉及网络犯罪 就是利用互联网的犯罪 它的管辖权 扩大 只要你的服务器在你这里 或者发生的账号发生在你这里 你都可以去查 一下子就把这件事情 给解开了 就什么意思呢 扩大了警权 那么 提高了警察执法的空间和灵活性 其中包括异地执法 互联网案件的问题 把这两个一打开 那经济案件就成为 特别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这个公安机关的这个热门案件,因为这可以创造收入 这是当时说的情况 我认为这个义乌公安呢 义乌公安这份公开信 已经说明什么,说明义乌的这些外贸企业不胜其反 这已经到了就是非常严重的地步 所以义乌公安才会,义乌公安当然不是他自己想写这封信 肯定是市政府要求他写的这封信 然后就是意思就是你们再来我不配合了 就这个意思 那么 这里面就是涉及到 洗钱的问题 但是更多的是什么 更多的是警察滥权 就是利用这个 冻结账号 来敲诈勒索 这是中国公安经常干的事情 那我们今天就 把这两个主题 跟大家报告一下,那我们今天主题就到这里,总结一下第1个 解放军大举擾台,那么 回应这个 美国国务院 4月9号的这个规定 放松这个美台之间的 公务交往 那么提升 双边关系的一个这样的行动 这是第1个,第2个 外贸账号冻结的这件事情已经成了一个非常,影响中国外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 逼得义务公安要写公开信 好了,我们今天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 那么我今天讲的外贸这个故事呢,也是基于 很多外贸的这个,外贸对中国影响很大 涉及到很多从业人员 所以我们要关注这件事情 鸣谢一下 自由雕塑公园CEA,谢谢 观点 从台湾股市创新高 与汇率升值,至少资本是没有理会 中国大陆军事施压 观点 这次共击老台还有一个原因,辽宁号被 美剑羞辱看猴戏 想捞回点面子给韭菜看 OK 好吧 台海根本就没有展开四级 编队作战的空域 那里适合双击编队 如果台 台岛南北同时出现 都是双击编队的阵型 那可真是要动手 但北方共济无法演练,很容易引起日本的反应 观点,由于相对于川普的强硬态度,因为拜登政府对中台关系的战略模糊 感觉CCP在测试 台美的底线,他不会去打里岛 但有可能一天 直接飞台湾岛,因为他可以说这是CCP的领空 来看台湾的反应,如果台湾先动那就有理由自为反击了 这个 战略模糊 川普也是战略模糊 美国政府过去二三十年 都是战略模糊,美国没有改变过战略模糊的态度 这个跟川普强硬态度没有关系 川普态度再强硬 也是战略模糊 情况 拜登总统今天召开半导体会议 强调这也是基础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 CNBC访问前 百数半导体 Cypress 总裁 问如果台湾被中共控制 台积电对美国的影响如何大 那会是很坏的状况 我的看法是 美国政府和企业都非常明白维持台湾安全的重要性 当然 台积电如果被中共控制住了 对美国来说那影响是非常大 影响非常大 观点最近国内炒作日本排放 核处理水的问题 是为了给他日本首相菅义伟美 造成压力 我是日本我就不会觉得有压力 提问王审日本向太平洋排 核废水拜登作为一直强调 保卫环保战时默不作声这是环太平洋所有国家都受到影响 海洋的生态系统受到危险 影响范围特别广泛想听听王审的意见 老实讲呢我就没有专业知识去判断这件事情有 多么严重 那么今天上午网友已经做过一个解释你可以去参考一下 那么他不是直接把 把河废水直排 他是有处理 但这个处理是不是处理完了之后是不是完全没有影响我也不知道 当然我有一个常识看法是 如果要影响的话首先应该影响的是日本他自己 所以 对其他国家来说怎么样我们先不管我们先看看日本他们自己会不会影响 因为日本 如果日本政府他 不顾后果排 有影响的这个废水去海洋 首先影响日本他自己的利益我觉得这个政府如果真有这样的后果 这个政府也会下台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我是从这个角度理解 我没有专业知识去判断这件事情到底会怎么样 我只是觉得 如果日本人可以接受 理论上其他国家也能接受因为其他国家必须跟他有一段距离 我是这么看 我不觉得日本人在这件事情上 完全没要求 肯定他会比其他国家要求会更高 所以至于说拜登有没有默不作声我不知道 没看到拜登有说话 但我知道你这个提问就是要 要把拜登拎出来算账 但是这个环保的问题 我觉得还是要看看吧 因为这件事情 还有两年时间 他提前两年去申请 所以这件事也不是从马上就发生的事情 情况 高福,不是高福啊,高福所说的改变疫苗接种方式 应该是把 肌肉注射改为皮下注射 从而延长疫苗的 刺激时间 跟增大剂量一样是能够增加有效性 香港原国伟教授有亲身 亲身用Biontech试过这个方法,结果是抗体 抗体低度增加了 但副作用会非常严重 故他不建议普通市民尝试 新闻家提问 习近平拜登你 参加下周的视频气候峰会 再之后中美官员你上海会面,这似乎和布林肯强硬的态度有所不同 这是拜登和布林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的战术吗 王老师对习近平拜登的峰会有什么展望 上海会面这件事情我没有听说 这个 我不知道 突然中美之间上海会面这件事情怎么发生 你能把具体的内容告诉我们吧,我没看到这件事情 峰会这个事情是肯定会发生的 之前已经做过 这是不是红脸白脸,因为 这个气候峰会早就已经定,我上次就讲过就是 其实中美阿拉斯加的这个会谈 其中一个核心的要点是什么 核心的要点就是气候峰会 那是谈气候峰会,就是 习近平参加这个气候峰会这件事情 双方应该是做了一个安排 那么跟最近的这个中美之间的紧张形势有没有关系 该翻脸就翻脸 现在应该是这样 那么峰会 不是他们两个人见面 这个峰会是所有人都参加一个 他们有没有双边会谈 我没有看到有安排 气候峰会讲的是什么 就各国领导人参加这次 会议 因为是领导人会议,所以叫峰会,高峰会 但是习近平跟拜登有没有双边会谈 到目前为止没有见 没有这方面的报道 所以理论上来说我觉得没有双边会谈 我不觉得拜登这个时候会去和习近平进行双边会谈 谈什么呢 观点,习近平除非得了施心风根本不可能入侵台湾 那满朝文武有多少离岸资产在西方国家 他一打怕是很多人吃了他的心都有 而且整得不好就被自卫反击 共党直接垮台 我们喜欢谈这个问题 一谈就是共党在海外资产 如果习近平要打的话 他才不会管这些官员的海外资产,为什么 都是奴才 他才不会管奴才的资产怎么样 对吗 只有一个人是主子,在中国的这样的体制下 一个主子 其他全是奴才 这就是本质 在这个本质之下,他怎么会理你 在海外有多少资产 对吗 情况 我在福建沿海地区,这里没有任何军事动员的迹象 所谓武统只是中共打鸡血 情况,现在党员的党费是工资5% 土工现在真的 真的 那么缺钱 OK 情况和观点,王老师好,我在浙江温州做外贸 去年年初被当地外管局罚款所有 所收金额10%,给出的理由是造成外汇流失 去年年底我身边很多朋友,私人账号被冻结 现在收取外汇储备少的 贫穷国家客户货款 很困难 这些国家客户习惯于通过地下钱庄汇款 中共是想把这些出口所得以美元的形式体现在账面上 你增加外汇储备 夯实家底 同时监控外贸 资金流 所谓的涉及诈骗只不过是借口罢 他们打心里没关心过被诈骗的受害者 当然正确 就是这样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就是一方面就是要你 换美金回来 美金换进去 这里面就是为什么 就是这个你通过这件事情你会发现 发现什么,你可以看 上个月中国的外汇储备是减少 中国外汇储备是减少 外汇储备你想 中国一、二月份是巨额的顺差 巨额顺差理论上来说应该会变成什么 应该会变成 外汇储备 但是外汇储备却没有增加 就还减少了 减少外汇储备的理由是什么理由,外汇储备的理由就是说 因为汇率的波动产生资产价格的变化 这是有可能 这是有可能 但是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会那么大的变化吗 理论上不应该是什么的 中间有什么呢 中间就 刚才这个网友说的 就是他直接汇进来的 转到账上的是人民币 外汇 外汇直接就留在外面 外汇直接留在外面意味着什么 就是你出口了 外汇没增加 没有增加什么意思 就是 等于就是外汇 流失了 所以这个钱 这个情况就是这个情况 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资金外流 就相当于资金外流 那么如果这个情况是很普遍的现象的话 那么实际上中国出口 多么壮旺对人民币汇率是没有帮助 那人民币为什么这么 这么壮呢最近涨了5%啊9%啊 怎么这么壮呢 那说明背后是什么 背后是人民银行在后面做的账 否则他没办法自洽 他没办法自洽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出口形势这么好 你要外汇不涨上去怎么讲的过去涨不过去啊 因为你那么多外汇流进来 就这个问题 提问王老师外汇是不是CCP的命门 外汇是不是CCP的命门 不是外汇是人民币汇率 关键不在 跟外汇有关联 跟外汇有关 但不是红心 红心是什么 就是靶子的红心是人民币汇率 你要看香港 同样的问题 你看香港香港到最后 到最后出问题是在哪里 联系汇率 联系汇率是香港的命门 这个命门捏在谁手里 香港连续汇率命门捏在美国手里 美国只要制裁 香港金融管理局 不让他使用 不让他进行美元结算 香港就 就爆了 这件事情 连续汇率就爆掉 港元就 废止一张 那香港就崩溃 所以现在实际上 美国要对付香港 就是 就是一秒钟的事情 外汇不是中国的CCP的命门 命门是人民币汇率 所以你看 越是金融动荡的时候 人民银行越让 人民币强势 这是什么 是新的没底 怕出事 怕出事还是让人民币强一点 其实人民币往上走对中国出国一点没好处 情况里前两年网易新闻 富士康投资100亿在越南设厂 富士康要离开中国80万人可能面临失业 富士康一直在搬 其实富士康这两年一直在搬 只不过呢他搬的还比较有技巧 搬的比较有技巧 一方面呢 富士康的老板 我就不说他名字了 富士康的老板就在岛内呢 就表现得很 亲共 很亲共 就做很多 做很多让大家觉得他很亲共的行为 但是呢他脚底下呢这个班场的步伐呢一天 没断过 就这个情况 情况反诈骗APP是个病毒软件 索取的权限能把你的底裤看得一清二楚非常危险 希望大家警惕 可以去弄两部手机或者只有图标的空壳来应付检查 王老师怎么看 反诈骗APP 反正你记住 中共让你干的事情呢 你能够敷衍就敷衍 想办法敷衍过去 就尽量不要办为什么 没好事 你一件件数过来啊计划生育啊一件件数过来 没有一件是好事 他让你干的事情你就尽量不要办但是你不能不应付 你把它应付过去就好 记住这一点 共产党最不可信 千万别相信 相信一层都眼睛都会瞎 千万要小心 提问请王老师讲一期大陆对台湾的 间谍与渗透台湾各界均有明显的 叛国投共人士台湾 要搞一个国安法 坚决清除共谍渗透 当年国共内战国民政府军政各界竟被共军严重腐蚀渗透 我们这个这种内容我们都一直都有你可以去 前面搜一下 台谍间谍等等都有 我们有讲 但没有新闻我们就不讲 我们就跟新闻走否则的话内容不好看 观点中共对付台湾的方法应该还有贸易一条路 通讯产品可能不会禁止 但农产品可以禁止 像凤梨 中共可能顾忌重施 另外就是对台商施压 让台商影响政治 请问王老师怎么看 你这帮中共出的主意不怎么样 你要是拿农产品对付台湾 台湾要对付你拿芯片对付你怎么办 你说说看 台湾要禁止半导体产品出口大陆 你都死得更难看 在这个领域 那两个凤梨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 台湾如果禁止这个半导体的 零部件出口 出口大陆你看看 大陆是什么情况 所以这个问题 贸易战不要打 打不赢 贸易战不要打打不赢的 情况 佛山高速一岔道被指62万人违章被罚1.2亿 巨量违章数据被删 这比印钞器还好用 设计者真是个人才 也说明地方政府真缺钱 你还夸他 人才 这还用设计吗 这不用设计好吗 傻瓜都知道 我印象中有 佛山这个不算是最厉害 最厉害的应该是 湛江 湛江有个摄像头 湛江有摄像头 就一个摄像头 一年收入 我印象中是两三个亿 已经好多年了 一个摄像头 这个 62万人 我不知道 但是我印象中那个 应该是战将 有个 有个摄像头 就是一年是一两个亿 已经搞了好多年 情况 坐标深圳 本人账户去年10月 中旬被河南省公安厅冻结 还没有解冻 另外一个账户被江西公安冻结半年 已经解冻 周边朋友和客户多数被冻结过 一个河南 一个江西 都是 穷得叮当响的地方 观点 只有大陆人可以 为钱制造假奶粉 疫苗去祸害自己民族的下一代 日本排辐射水去危害日本渔业和日本人的食物 可能吗 同意王老师的意见 日本不会排 核废水害自己 在日本的朋友说 他周围的人不相信会这么做 我就是这个理由 其他的我不相信 因为福岛嘛 福岛在 日本的中部嘛 他如果在那边排出来的话 首先就是日本沿海地区嘛 你不会一下子跑到美国来 也不会一下子跑到中国去 先在日本沿海地区 所以他会不会干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 我觉得日本政府 本届日本政府悍然敢干这种事情 他死无葬身之地 我相信 所以我不大相信这个 我只是出于常识的判断 我至于说这个 川多长时间衰变 他怎么处理要多长时间 我完全没有知识 我判断不了 我只是通过这件事情来判断 这是第一 第二 中国媒体在这件事情上嗨起来 我一点都不意外 这一定会嗨一把 对于发生在其他地方 有可能 涂污对方的新闻 中国的媒体一件事情都不会放过 从来没放过过 当然他从来不会曝光他自己的那些麻烦事 所以 反正我不相信 反正我不相信中国政府 我也不相信中国媒体说的话 情况 布林肯刚刚发推说 我们感谢日本 在决定处置福岛第一核电站处理后的水 水方面所做的透明努力 我们期待日本政府继续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协调 OK OK 已经说话了吧 刚才有网友说 说这个拜登政府不说话 现在已经说话 鸣谢TT 谢谢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